午餐白白種 你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 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人文科普 生活新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飛碟午餐 迎乃金掌廚 警告 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乃金 太開心了 今天是趙子強強哥在我們現場 耶 耶 乃金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哇 現在還可以看得到 對 觀眾朋友 哇 久違的強哥 大家說 原來趙子強本人真的這麼胖 對對就是這樣 強哥 你好可愛 有時候就是這樣 做廣播的 然後呢 現在有時候要做live 就有點像在路上碰到一些人 碰到一些人 沒這種反應都有 有的人說 哎呦 趙先生 你本人怎麼這麼年輕 就算你騙我我都高興 哈哈 但有些人就說 啊 你本人怎麼這麼胖 哈哈 怎麼這個樣子 我也胖了很多年了 你這樣講很傷人的 哈哈 做live好可怕 做這種直播 然後或者是有影像的 好可怕 而且因為呢 直播嘛 然後這個 我們跟這個直播鏡頭的距離很近 然後呢 常常有時候比一個手勢有沒有 比如說我現在手這樣伸過去的時候 就好大一隻手 哈哈 我覺得好好玩啊 我覺得有一種很魔幻的感覺 這個時候就是美麗的主持人就可以 才沒有 那個醜陋的主持人就會被淘汰 沒有我都我都非常的 我都非常的隨心 呵呵呵 講好聽是隨心啊 講那個就是說 我都很隨便 我都這樣子 欸 比如說就是穿個什麼 我就這樣子 輕鬆輕鬆 我本來在播音室的樣子是怎樣 我在直播的時候樣子也是怎樣 你看你這樣多棒 像強哥每次把自己打扮的都出來說 你怎麼穿這樣 我心裡想說 我都還要好好特別打扮 強哥真的太可愛 強哥太可愛了 我覺得好久沒有看到強哥 現在呢 今天呢 真的非常的開心呢 強哥到飛碟午餐來 是 首要任務呢 趕快大推 7月18號 就是這個禮拜六 就是這個禮拜六 18、19 18、19兩天在台北城市舞台 如果兒童劇團要推給大家的流浪狗之歌 第一個是18、19是公主就其事 公主就其事 然後再下一個禮拜呢 二五、二六吧 是不是 就是流浪狗之歌 兩個戲 本來是連著兩個禮拜十場要演個新的戲 但是因為呢 在現在這個全世界新冠 所以說呢 我就用兩個已經演好的成熟的戲來跟小朋友看 叫做公主就其事18、19、25、26是流浪狗之歌 這兩個戲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這個一方面這個戲已經成熟沉澱穩住了 那是內容一定沒有問題的 那另外一個呢是呃現在不容易做新的戲 因為我本來這個時段定的我一年要做兩個全新的戲 上半年呢已經就是二師兄啊 就是從豬八戒的眼光來看啊整個戲有幾 豬八戒覺得說 所以你本來已經決定要做 都弄好了 都弄好了 劇本的方向開會動畫要怎麼做 就沙烏盡嘛 欸對就豬八戒嘛 對豬八戒的二師兄不是沙烏盡嘛 但是要講豬八戒的二師兄 不是豬八戒本人就是二師兄嘛 哦 對對對 哦 然後呢 那個然後二師兄呢 我是豬八戒 不是我是豬八戒 哈哈 豬八戒本人就是說 我是故意要去之第二 二 哦 我要做二 剛好是二零二零 又是我們劇團二十週年 如果同學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你看沒想到 慶祝這個二十週年 來了一個全世界這麼大的一個 大的一個疫情 唉真的是 這是對於你們的考驗啊 所以啊 我們就暫時不能用 你們的成年裡非常有考驗 所以就沒辦法對不對 就沒辦法 因為弄心細 弄心細最大的麻煩就是你的 投入的成本相當高 第一次大概我們一般來說 原來這個二師兄 我們大概要四百到四百五十萬 那四百到四百五十萬 如果我們演十場 一場全滿大概五十萬 十場就五百萬 大概呢 我們不可能賣完嘛對不對 可能 唉這樣可能可以打拼 但是以現在這個疫情來說 我不敢賭 結果還好我沒有賭 因為我們後來把這個時段 這十場分成公主救其事五場 流浪狗之歌五場 然後呢 這十場到現在呢 公主救其事比較鮮豔賣了兩成多 哇 大家趕快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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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沒關係啊 那 那我們現在也有一些朋友 因為知道好像真的蠻困難的 所以也有些朋友 像我有在台大EMBA的朋友 他們就努力捐輸五千一萬 十萬也有 他們就請我們買代用券 我們請一些弱勢的小朋友來看戲 這樣的話也許我們現在可以朝向一個一個比較好的狀況 大家來幫忙 我覺得民間單位 小額捐款 我們劇團是可以小額捐款 還有開這個捐贈收據的啊 所以說其實當年我們劇團這個奶金那時候在台灣的時候在節目我們一起同台主持的時候你還有請小朋友來看我們的戲啊 謝謝你謝謝我覺得其實 呃 救急不救窮啊 我覺得這一次比較可怕的就是疫情過後表演藝術啊 我想不只是如果榮集團 尤其親子的啦 那爸爸媽媽現在雖然沒有梅花做但是沒人來做 是 沒人做 對 而且我覺得這是就是這一次這個疫情 其實台灣的疫情是控制的很好的啊 但是沒有辦法 好就是他還是有各種各樣的管理措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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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管理措施 雖然現在呢是是是已經是解除了很大的這個限制可以正常賣票了 但是呢因為你去看表演啊 那全程戴口罩 實名制全程戴口罩 對 這個 實名制全程戴口罩 尤其對小朋友來說啊 他就會很辛苦 自閉症協會 自閉兒協會 嗯嗯嗯 結果自閉兒協會呢 他們就婉制 我說我請你來看耶 他說我們的小朋友喔 很難保他們不把口罩拉下來 嗯 其實拉下來也不會怎麼樣 哈哈 但我不能跟人家講說 爸媽不要怕拉下來不會怎麼樣 喔 對不起 我也我也這樣公開講也是很怪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 現在的確是啊 對 有些我們在演出不是演出我們在呃自己去看演出的話 那有一些小朋友大 尤其大朋友他就沒帶嘛 嗯他想說其他大家都沒帶或者是有些人沒帶 可是我覺得父母還是會擔心啦 嗯我說哎我何必讓小朋友去冒 就算是萬分之一的危險 他還是危險 最重要的是因為呃政府這樣子規定 對我們就不好就不好意思說這個 也不能說人家規定 其實我們現在很難 我們不能說政府你不准規定 如果政府不規定 今天就算有個小朋友 如果說在我們這邊有有任何的影響 我們自己在心裡上道義上也就覺得難過 所以很多人說 雖然我相信還好啦 不會對 但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就是啊 你身為一個兒童團團長 我不能說大家我們戲很好別怕 感染率很低 確診率更低 要怕喊不出來嘛 不能這樣喊 而且社會上有這種氣氛就不能逆時鐘 哈哈哈哈 不好 我們請大家加油 對不起我那個 你為什麼咳嗽 你不講話 放輕鬆放輕鬆 你看我就說了一些不該逆的話 你不要嗆到 你好壞 不該逆的話 所以就嗆 你看 這是 唉 冥冥中呢自有定數 沒有啦 我在亂講的啦 好 我們要來先告訴大家呢 這個呃7月18號就是公主就騎士 公主就騎士 雖然是老戲 但是呢我們要跟這個大朋友小朋友呢 再次來講一下公主就騎士的故事 我選擇這個原因啊 就是這個戲特別有意思 這個戲呢就是講唐吉柯德 這個騎士一個夢幻騎士 他有一個夢想 他想去打敗這個恐龍 噴火龍救出公主 可是事實上現實生活中哪有什麼噴火龍 啊有比噴火龍更可怕的疫情 有更多可怕的自私和暴力 啊但是呢哪裡有公主啊 其實你不你要真正找到所愛的更困難 那這個故事裡面講的呢 就是一個呃現實生活中間 有一點點挫折的老先生 嗯 然後呢這一團的舞台劇演員呢 想要幫助這個老先生實現他這個人生 沒有辦法實現的夢想已經不可能了 嗯 那就像夢幻騎士一樣是不可能的 但是怎麼樣可能呢 聽一個故事看一個戲 戲劇的功能特別可以給人希望 為什麼我們要花錢去看戲 為什麼我們要創作 在這個疫情中還要創作 因為他可以為這個社會帶來希望 可以為人們帶來幸福的感覺 所以這一台的舞台劇演員 還有跟觀眾要約好 說我們來幫助這個老先生 啊我們這麼多人買票 來幫助一個人 喔不不不 欸一個戲劇 只要全場觀眾有一個人 得到幫助就值得了 這就是戲劇 我們認為的戲劇的一個目標 於是全場的大朋友小朋友 要幫助這個老先生在夢裡面一樣 實現他已經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去救他的公主 欸強哥我不管齁 就說聽你講這個故事齁 就算是老的故事或者是 我每一次聽都覺得說 喔好棒喔 覺得好好玩 好想要有進去的那個參與感 你這個戲 你說是舊的戲對不對 前年 可是你 第36口戲嘛 前年的戲 但你現在是舊的戲 可是你 可是你 每一次 再把它推出來的時候 都會因為 當下的一些情勢來去增加一些 增加一些這個 時代感 對不對 就這樣時代感 我2000年成立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說 我一定要做一個 當代的 現代的小朋友 可以看到的現代的創作的戲 因為你那個莎士比亞很厲害對不對 但是你一定不會寫到這個 電腦吧對不對 他那個時代 他怎麼會想到有電腦的東西呢 所以我就要跟著我的時代 這就是我的強項 我可以寫出這個時代的感情 你再厲害的劇作家 當年可能都不會想到這些事嘛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這次正好 這個劇團呢就快要完蛋了 然後呢 他們說這可能是最後一次公演 最後一次公演 幫助一個老頭子 欸不要這麼說嘛 我們只要幫助一個老頭子 幫助一個人 不管是怎麼樣 都是值得的 所以說這個劇團 就讓他們最後一次公演 當然是假的啦 這是戲 在這個最後一次公演的時候 跟全場的觀眾約定 去給編織一個美夢 讓那個老先生 能夠再看到 他已經不在的妻子 能夠讓那個老先生 能夠去打敗他以為的恐龍怪龍 然後救出他所愛的妻子 當他妻子已經不在 不可能在現實生活實現 但是在戲劇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看戲 每天追劇 其實戲劇就是有這個厲害的功能 這個強哥在這個戲裡面 真的是要去救那個老先生嗎 是是是是 真的是救那個老先生嗎 就是對 就是我們創造了一個戲中戲 所以說全場的小朋友 我們開玩笑 這個戲就是全場的都是演員 只有一個演員變成觀眾 倒過來 那個演員 他變成一個觀眾 要看全場的小朋友 當演員一樣 來欺騙他 變成他的村民 變成鼓勵他成為唐吉哥德 然後呢 變成一起幫他去打敗怪龍 一起幫他解決方法 一起去阻擋 這個羊群受傷 所以各種各種 我也是從原來的唐吉哥德裡面的 原來很多回 然後這麼多 有點像台 這個東方的這個張回小說 所以我們就把他偷 偷出來了幾個特別重要的環節了 我個人認為的環節 所以很有意思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戲 唐吉哥 尤其是這些年比較接近的 我已經慢慢脫離原來早期的 像流浪狗之歌 就是一個比較早期情懷式的 所以然後現在呢 現在我比較走一點這個 夢想式 應該是多一點劇場體驗式的 就是小朋友會突然覺得 我現在我到底是在看戲 還是我真的在幫助一個人 原來我們觀眾 可以不要那麼被動的 只是聽 我們觀眾也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 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他有一種新的體驗的設計感在裡面 欸為什麼 就說在這個疫情當下的時候呢 沒有推出這個豬八戒二哥的那個戲 然後強哥挑的是公主就騎士 我想應該不只是說你說 我覺得我剛才說我覺得是個夢想 因為我們現在也的確面臨到一個 就人類來講也是從來沒有面對過的這個新冠肺炎 對 然後呢唐吉科德也就是在這公主就騎士裡面 唐吉科德他也是 他也有很大的這個困境 對 他也有很大的悲傷 對 他要去突破 對 你是你是先想到哪一個 然後決定挑公主就騎士 當初我做公主就騎士的時候 是我感覺到小朋友慢慢長大 爸爸媽媽都希望孩子一生幸福快樂 找尋到自己可以喜歡的職業 然後再一輩子做下去 但是爸爸媽媽我們這一生有幾個人是這樣啊 對不對 大部分人都是做完八小時說 拜託趕快讓我回家 忘掉這一切 這是正常的 所以說我覺得我們還可以有夢 但不一定都要能夠完全實現你的夢 你可以有一個夢一直在心裡面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繼續聽故事 甚至傳承你的夢想給下一代 所以我覺得唐吉科的這個故事 當初我設計的時候 就是希望給小朋友 希望說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 難免有一天會碰到現實啊 經濟上的問題 人際關係上的問題 甚至失去自己所愛的人 事物 在這個時候 我們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真的 你像現在這個新冠疫情來的時候 你怎麼變怎麼改變 沒有辦法改變 人的力量 個人的力量還是很微薄的 但是我們的心靈的力量可以很強大 我們可以不要放棄啊 我們還是可以保持樂觀啊 或者我們想出各種的方法 讓我們周遭的人笑一笑啊 這都好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 本來要帶來希望這個戲 特別適合現在 現在這個時候獻給小朋友 也特別適合獻給我們自己劇團的每一位人 大家現在也很沮喪啊 沒有辦法演戲啊 要振作起來 要振作起來 大家要一起的到這個劇場去啊 呃 在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啊 7月18號 19號 在台北城市舞台 如果兒童劇團的公主就騎士 大家進劇場 然後來在這個 如果兒童劇團20年的時候呢 強哥呢今天在我們現場 把他們的好戲呢 獻給大家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之後呢 回到飛碟午餐 進去請這個 趙子強強哥 來為我們介紹 如果兒童劇團的20年的大戲 一個公主就騎士 然後下這個這個禮拜 公主就騎士 下禮拜是 流浪狗之歌 我們先進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 我是尹乃金 今天我們很開心 請到這個 如果兒童劇團的團長 大家非常熟悉的 趙子強強哥 到我們現場來 然後為大家介紹啊 我們這個禮拜六 這個禮拜天 7月18號19號 在台北城市舞台 呃 如果兒童劇團獻給大家的 公主就騎士 是 從16號 早上呢 10點半 2點半 7點半 有三場 禮拜天呢 就是10點半 和下午這個2點半 對 我們從剛才這個 呃 強哥跟我們講 這公主就騎士這個故事啊 就是小朋友進去 他就可以 全部的 你就體驗式的 對不對 然後去浸潤到 就是完全的 跟劇場結合的 這個狀態 對對對 他都會問爸爸媽媽 現在是真的還是假的 蛤 我們真的要幫助這個人嗎 那如果爸爸媽媽說 我們幫助別人幹嘛 那就糟糕了 哈哈哈 對不對 強哥我問你 這個呃 多小可以進去 呃 我們一般來說 就三歲以上啊 其實為什麼講三歲以上 是因為 三歲的小朋友 基本上都可以自理了嘛 嗯 你上廁所至少說媽媽 我要去上廁所 姐姐我要去上廁所 你 比較怕他怕太小的小朋友 你根本 也興奮就尿了 那也不行 所以基本上 我們說三歲是這個原因 但是強哥的這個戲呢 有的時候你大的小的小朋友的 呃 看到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嗯 有些小朋友就看熱鬧 嗯 所以爸爸媽媽你來看的時候 我這個戲裡面 一定故事裡面 一定要有些熱鬧的部分 唱歌啊 跳舞啊 甚至互動啊 甚至遊戲啊 總之就要讓小小的小朋友 有興趣 嗯 但是你大人仔細看 其實裡面有很多 連遊戲都有它的意義在的 對 就會有就會有那種 有感受 對不對 就會參與進去 你當 當初這個 呃 當初創這個如果兒童劇團 啊 我覺得強哥的勇氣是真的很大的 因為呢 設定在這麼年紀小的小朋友 啊 要去 hold住那整個的場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耶 相反的 我覺得有的時候大人喔 很難取悅 哈哈 你演得好 他也不見得到 他說哎 人長得醜 你人長得好看 不會演 你人很會演 那井不夠漂亮 井花了大錢 那卡斯不夠強 反正大人呢 其實有的時候 他關心的 或在乎的 或比較的 他不是那個直覺式的感動 我喜歡小朋友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 像動物一樣 很直覺 嗯 你喜歡他就喜歡 他不喜歡 就不喜歡 你也沒 沒什麼看什麼卡斯啦 紅不紅啦 大牌不大牌啦 裝潢吃的怎麼樣了 現在台灣很多的朋友 消費都喜歡看吃裝潢 所以很多劇團 就越蓋越大 可是我一直覺得 這個你 像我們有 做一個很很有趣的 我們找一個很好的設計老師 做了那個白雪公主 照鏡子嗎 嗯 那個鏡子 我們用那個有個有名的牌子 那個手持的鏡子 放大幾十倍很大一個鏡子 然後舞台上就放一面那個大的知名品牌的鏡子這樣 結果觀眾說 你們很省錢 只做一面鏡子 這很有趣嘛 就是有創意嘛 他沒有去看那個創意 他只看你有沒有吃裝潢 有沒有蓋幾個柱子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 我喜歡小朋友 為小朋友表演 就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他們是全世界最直覺最好的觀眾 可是那個考驗非常考驗演員 對 因為小朋友的狀況很多 對 所以他有時候會怎麼樣 那有時候會有些反應 有些會怎麼樣 有些會怎麼樣 所以那個就 呃 那個就在跟演員的互動裡面 他就會是你在 變數 變數變數 那你們在排戲的時候 就算 就是 這怎麼算 就跟玩布克牌一樣 你要算 對方可能會出哪幾張牌 真的嗎 這怎麼算 因為我 我在我的外甥跟我的外甥女很小的時候 那他們就帶他們去看這個 如果從劇團的 團的戲嘛 我就覺得就是說 的確 小朋友的反應呢 就是很天真的 很可愛 然後呢 我們大人也要看得覺得有趣 不然你在那邊 對 不是很無聊嗎 就覺得很好玩 但我就覺得 呃 厲害的其實是 演員的 就演員跟小朋友的互動 那 就這個怎麼計算在 在裡面呢 我們要排練很多次 然後呢 有經驗 跟每個人要提供經驗 說 這一招 比如我們現在出 呃 呃 像這在這個裡面 公主救棋士 公主救棋士裡面 會遇到海盜 會遇到壞人 呃 遇到壞人的時候呢 這個壞人呢 我們以前的經驗壞人 一到觀眾席 可能會被小朋友群毆 真的假的 對對對 有一次有一個別的 我們看過一個別的一個 團團結演戲 有個大野狼跑到台下 要去追那個小白兔 然後呢 台上的其他動物就說 各位 快阻止大野狼 大概二十幾個小朋友 鋪在那個演員身上 差點把他弄死了 那演員又不能夠反手 說走開 小鬼 不能這樣 二十幾個 你要鋪上去 又咬又打又捶的 那個演員快被弄死了 到最後小白兔說 放了大野狼 他是我的朋友 哈哈哈哈 故事都歪掉了 哥我覺得這就是小朋友 是 對就是說你看像 比如說我們在看 大人的 大人的這個劇的時候 特別是 我覺得可能華人觀眾 都比較 比較內斂一點 在比如說有時候 我看到很多的 不管是音樂劇 或是很多戲劇 他有的時候 他有一些的段落 他其實是跟台上 他有對話的 對話的 對話的 這樣好不好呢 你看我看你要 就一定要有人 就要說 好或者是拍手了 好大家才敢這個拍手 可小朋友不會 小朋友不會啊 你叫他怎麼樣 就是你要 你跟他互動 他就真的就是 有時候不理他 不跟他講他自己會喊 壞人 壞人你壞人 對不對 有個人走出來 我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公主 對 皇后不是這樣子嗎 我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公主 你壞人 妳醜死了 醜八怪 演員通經不下去了 所以說有時候 所以你們都要排是不是 都要排 要猜 要想 大家要想說不行不行 這個東西如果激怒了小朋友 到時候場面會亂 這個這個好 這個這樣子玩 這樣玩小朋友呢 可能一可能有退縮的小朋友 二有特別愛表現的小朋友 三需要引導一下小朋友 這個 這個爸爸媽媽媽加進來 我們現在有一場 我們想說 這個騎士 因為這個 這個唐吉克德 失去 失去自己所愛的 所以當他看到別人的時候 他告訴說 當你的所愛 在你身邊的時候啊 你一定要保護他 珍惜他 你不要等到失去了以後再說 哎呦我怎麼會失去了 你一定要珍惜你所愛的 人事物就這樣子 那你在現場 然後他說我的村民 你們懂嗎 馬上 他的好朋友 理髮師 就跑到台下說 來來快告訴你 你會怎麼樣愛你的爸爸媽媽 你會怎麼愛你的老師 你的家 他是真的問小朋友嗎 對的現場問問 因為他是唐吉克德問啊 所以大家就要聽唐吉克德的啊 所以小朋友就要幫助唐吉克德的 告訴他們 我們會怎麼愛我們所愛的 欸這很棒欸 因為那個我們的 我們平常的教育都很不 鼓勵小朋友來一見 而且我們現在立刻即時投影 即時拿攝影機 就拍下 你是怎麼樣 你要抱抱你爸爸媽媽也可以 親一下也可以 或是握握手 爸爸把小朋友抱起來 扛到頭上 爸爸最小用這招了 很多小的都要扛到頭上 我們要選六個 就是我們就拍拍拍拍 然後立刻投影 然後唐吉克德就看 啊你們都懂 哎呀你們怎麼這麼小就懂 我們到了這麼老的時候發現已經來不及了 真的你們要珍惜 你們可以在一起的時候 我好想掉眼淚啊 對 所以你看小朋友在玩 大人懂了啊 其實時間才是唐吉克德最大的敵人 所有的對 所有的生命最大的敵人是什麼 就是時間 所以我們也希望 讓這個時間拉長的時候 我們劇團能夠在這個時間下 這個存活然後 這個疫情也在時間的時候被他打敗 用時間 時間是最厲害的 也許 用時間 用時間 打敗 那強哥如果說 下去問了小朋友 像理髮師問了小朋友 就像你說的 有些比較退縮或什麼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那該怎麼樣去 引導 最好的引導 不是這個表演者或者主持人 或者老師 最好的就是同才 就是你旁邊的 如果他真的很退縮 我不要逼他一定要做 有些爸媽說 你去 爸爸媽媽你自己害羞 我幹嘛推你小孩 欸我就在你旁邊有喜歡的 你做出來以後看 看了以後 如果我們看這個小朋友 發覺說 欸跟我做同一排的都這麼開心 那我也可以嘗試一下 欸你要不要再來 再給他 如果他實在退缺 沒有關係啊 他就做個欣賞者 嗯 一次一次的 慢慢的你會發覺 你開始不不景語 想要做欣賞者 也許你雖然是一個內向的孩子 但是你心中的熱情 會一次又一次的慢慢 你敢表達出來 也許在現場不敢 你回家在捷運上 在自己家裡車子 或者家裡的房間客廳 你說爸爸媽媽 我們雖然沒有拍下來 現在你用手機幫我自拍 我們一樣可以拍下來 我們互相珍惜 互相照顧的畫面 我覺得看個容具啊 最有趣的是 他不是只有在那一個多小時裡面的表演而已 而是你可以把這些材料 帶回你的生活中間 又可以玩他一個好一段時間 有很多的小朋友 其實是看這個 如果兒童劇團長大 我們20年了 對不對 我覺得最 應該最動人的那個時候就是 他會他自己會回想到 他過去在看戲的時候 一出一出的這樣子 戲下來 其實戲劇對於小朋友 他有包括大人的影響 其實都是在這個 在點點滴滴 你沒有想到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學習到了 我要珍惜 我學習到了 我要怎麼跟朋友相處 我學習到了什麼 這個是很 這個力量是很大的 是 可是他 他也 他也很考驗 我覺得他也很考驗 這個經營劇團的 的 就是說我覺得強哥 這點是真的很不容易 你看你從 劇 從音樂 從這樣子要整個 要一起帶著這個團圓 這樣子往前走 所以在這個 如果兒童劇團 20年的當下 先要邀請大家呢 踴躍的 在這個 來看戲 對來看戲 7月18號19號 在台北城市舞台 是公主就騎士 然後我們進一段廣告 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 我們就要來介紹呢 另外一齣戲 就是流浪狗之歌 然後呢 同時呢 也要這個 問一下這個 強哥 20年 會繼續走下去嗎 進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 飛碟午餐的現場 我是尹乃卿 今天呢 我們請到大家熟悉的 如果兒童劇團的團長 趙子強強哥 來為我們介紹啊 如果兒童劇團 在周六周日啊 至18號 19號 為大家推出的 公主就騎士 然後呢 再下一個禮拜呢 就是流浪狗之歌 是 流浪狗之歌也是一個 跟公主就騎士一樣 是一個參與式的劇嗎 呃 他是我的第五個戲 嗯 更更年輕 也叫屬於那個 更少的 比較屬於情懷的 情懷的 因為他是一個真的故事 強哥年輕的時候 小時候養過一隻狗 叫Lucky 然後呢 媽媽因為這個狗狗 一天到晚去追郵差 有一天呢 就騎著機車 就把他從中壢載到桃園 羊美啊 就給他丟掉了 真的嗎 你們家的狗狗 真的就是 這真實的嗎 真的 回家了以後 我就跟我媽說 欸狗狗咧 我媽說他跑掉了 我說怎麼可能 他四十歲的時候 小baby的時候就在我們家 那這不是手的鑰匙 他怎麼可能走丟 媽媽就說 他會咬油猜嘛 怕鄰居罵人嘛 哎呀我就很氣 過了半年 那個狗啊 我媽媽我媽媽去曬曬衣服曬曬 欸看到巷口 那個Lucky啊 全身是傷 白狗變成灰狗了 然後就慢慢走回來 我媽媽就抱著狗說 對不起你啊 Lucky 對不起你 他就走回家了 真的啊 半年啊 半年 那時候我就想說 到這麼幾個月 啊好飆淚啊 我說你這幾個月 你在外面 我心裡想 你到底遇到了什麼 有沒有遇到愛你的人類呢 或者傷害你的人類 或者是別的狗對你怎麼樣呢 所以那個時候我腦筋裡 就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後來我在台北搞劇團 搞劇團呢 考了駕照 買了一台五萬五千塊錢的車子 我就把房子退租了 我就沒有租那個 學生宿舍 因為你租學生宿舍 一個月要幾千塊 那我想說 我如果一年不住房子 我就住這個車子上 我這個車子就回本了 這樣 結果失敗 我住了九個月就沒辦法 因為冬天還可以 還可以棉被蓋著睡覺 可是到夏天呢 這種天氣啊 早上七點鐘 就在煎牛排 對不對 所以後來 後來 這是年少歲月 年少歲月 那個時候我就想 有一天我在路上 你那時候 你那時候是在藍陵嗎 在藍陵 在藍陵的時候 就剛剛搞劇團 就是天天晚上都排戲啊 可以搞得很晚啊 沒關係啊 所以那時候我就 我就想說 我就看路上 那時候建國南北路高大橋底下 就有一天晚上 看到好多那種十幾隻流浪犬 我心裡想說 你們也在台北流浪 我這個人呢 也在台北流浪 你們不知道未來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未來怎麼樣 我就 那時候我就有個流浪狗之歌 這個戲的一個雏形 後來也是在廢電電台 訪問了一位香蘭姐姐 就介紹這個狗狗 他養了很多的狗 流浪狗 才知道有些狗 是被黑道丟掉的 黑道大哥養的狗 看門犬 有的是那種飼養的 被人家飼養 然後要去一直生產 七歲就等於 要十七歲那種身體 一直生那個小狗 然後各種的 是因為品種很好嗎 因為品種西施犬啊 或者台灣流行什麼狗 他就找這個母狗 然後就一直 一直讓他催生 然後讓他一直生 結果骨骼啊 牙齒啊都都壞掉了 然後這些狗的故事 老農民養的狗 然後就農民都走了 那個狗狗還陪著他 在那個屋簷底下 待了三天四天這樣子 這都是真實的狗狗故事 我把他田野調查回來 編寫了流浪狗之歌 這個故事 那所以我們在舞台上面 就會像看到那個 Cat這個戲一樣 大家就穿著各式各樣的 這狗的衣服 你真是太厲害 太厲害 因為人家叫Cats 我們這個叫Dogs Dogs 對不對 也是跳 我說人家是300 300億吧 300 300萬英鎊 我們是300萬台幣做的 如果能夠跟他們一樣 那我要賺到 不知道幾百倍 很催淚吧 很催淚 很催淚 很嬌淚對不對 非常嬌淚 那個故事 因為那就是我年少時候情懷 有一隻哈士奇 是被他的主人丟掉三次 最後他終於放棄回家的 Lucky 是相信主人還在等他的 一個是相信主人在等他的小白狗 一個呢是已經對人類失望的老黑狗 這兩個狗其實就是人生的兩個態度 一個呢是你相不相信有希望 有添加在等著你 另外一種很存在主義 我們就這樣 很存在主義 對不對 台灣有一陣子很流行這個 對不對 這兩個思潮 在這兩隻狗的身上 真正的實踐著 其實要講很嚴肅的 其實這個戲是很早期 強哥真的非常 這個小文青的時代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概念所做出來的故事 所以說情懷很多 那當然經過十幾年 將近十八年 十九年的錘煉 戲的長度跟觀眾的互動 各方面也都達到非常成熟的地步 歡迎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來聽歌 很好 強哥那我問一下 就是說 那這個狗他們 在這個過程之中 當他們去談他們的人生啊 或談什麼這些的時候啊 小朋友的反應會是什麼啊 呃 我們基本上有一個共識 就是大概每一分鐘 都要有世界有畫面有歌聲 你不能像大人戲聊個二十分鐘 關於愛情是什麼 小朋友就吐了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大人戲可以這樣啊 可以辯證啊 假設你們花了二十分鐘 去談愛情是什麼 可能爸爸媽媽看得很高興 小朋友就跑 就到處撕 下面就跑來跑去 不行 所以我們幾乎每一分鐘 就要有一個世界 燈光的變化啦 人緣的進出啦 角色的衝突啦 每三分鐘一定要有一個大的一個 Supprise 這樣小朋友就會一直保持在一個 興奮專注的一個狀況中 欸這個這個其實 所以說 強度好高喔 強度很高 對演員的要求 我們最早第一版原始版的時候啊 那演員就說 他們好害怕 快要演出了快要 我不要不要 為什麼呢 他們說因為我們的狗 會從觀眾席上去嘛 所以說野狗嘛 流浪狗 他要推開觀眾席門 然後衝進觀眾席啊 他說我不要進去 我不要進去 為什麼呢 一推開進去 二十分鐘沒停過 因為他已經行 有唱有跳 連續二十分鐘 強打全場的狗 都是專注的 他說這十分鐘 要好不好半條命呢 那成人具還有 還可以主角講話 配角休息 配角講好 那個主角去換衣服 我們這個無主角配角 大家都是原 還有你看過 shell 看到那個 我一直沒有看過Cats 我都只有看過那個 他的片段 但是就算只看過那個片段 他們也是演一演唱一唱 對對對 他並不是 對對對 全部都在那邊 狗比較累 狗比貓累很多 兒童劇 兒童劇真的是很辛苦 他那個強度真的很大 而且你看我們早上十點半就有一場 演員說我們演過再多的戲 沒有像你這個兒童劇團真的辛苦 而且如果兒童劇團 我們是售票演出 我們當然也有商演也有什麼小型演出 但是我們很強調我們的售票演出 因為售票演出 我覺得是一個劇團的 怎麼講精神 因為你敢去直接挑戰市場上的考驗 對不對 因為你要做出大家願意花錢來看的戲的戲 所以說我們一直每一年都要做全新的戲的原因就是這樣 就是一直要跟自己逼著自己說 我一定要做出真正大家喜歡的戲 強哥這個 我有一兩次在這個機場就碰到這個強哥嘛 他到這個大陸去演出啊 然後呢 根據我過去的 這些接觸大陸這些劇團的經驗 他們非常的喜歡 嗯 他們非常的喜歡台灣的兒童劇團 是 因為這一塊 大陸的這個小劇場的這個部分呢 他的成長進步也都很快 是是是是 年輕人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我們在過去這幾年啊 就是各類型的啊 結合新媒體的各種各樣的啊 成長得很快 可是在兒童劇團這一部分呢 其實是非常的 嗯 就是比較相對比較弱 因為很難啊 像我們剛才 呃大家聽到就是我們跟強哥在聊的這個 你知道兒童劇團你要去掌握那個節奏 你要掌握跟小朋友對話的這個心理啊 你要掌握到 要控制這個場那麼多 他跟他跟這個 他跟這個劇團本身的主持人 主持者啊 譬如趙子強跟主持人 他的戲劇素養文化各方面 他是有很大很大關聯的 而且跟廚師一樣嘛 他整個環境有很大的關聯 跟我們的環境有關係 真的 所以所以你有你曾經 有有我們都一直有有有在 有有邀請參加藝術節 嗯 今年也一樣啊 哎呀趙團長很抱歉 今年 不要說台灣來這邊你說全中國也都停下來 嗯 就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也封起來了 封城嘛 所以說我覺得這是後裔時代啊 這個後裔時代可能表演藝術必須重新思考 尤其是我們兒童劇親子劇 那爸爸媽媽他們可能會有很多疑慮 那我覺得你不能說不要怕對不對 不會怎樣 嗯不行 所以我們就還是應該要去想怎麼做 怎麼做所以我 然後就市場交流來講的 你們很比較難就說如果一整個團去演出 其實我們也可以有劇本啊 嗯 但是說實在我覺得兩個是一個他們自己本身去執行這個 呃就像你說的台灣真的是一個民主自由在藝術上面有真正正面的意義的 因為我們敢去思考去實驗去做以前人沒有做過不敢做不想做的事我們去嘗試去實驗 比如說像流浪狗之歌 嗯 用一個很溫柔的方式別人說你要鬧很鬧 他有些地方不是那麼鬧 很感人動人的好好抒情唱首歌 有一首歌這個一個母狗跟小狗就說 呃就是因為你們 所以我知道我的歌要唱給誰聽 嗯 就是因為你們這些孩子們 我的故事要說給誰聽 就是因為你們才讓我活著有意義 好好唱一首很抒情的媽媽歌 這個在成人劇都不容易這樣hold得住喔 可是我們唱這首歌的時候這個演員加上那些舞蹈那些 全場小朋友鴉雀無聲的真正融入到這邊靠著自己母親的身上 這個時候我覺得這是兒童劇你如果說讓對岸或者其他國家的人看 有不要講別的像德國啊 德國的朋友來台灣聽說我們一次演給上千人看他們 蛤怎麼可能 對啊 台灣的這種劇場規模還有表演的強度其實不輸任何國家 是的所以我所以就是說 嗯 因為都在講這個劇場的市場嘛 嗯 就如果兒童劇場的戲這麼的好看 然後呢嗯 他只他只能在台灣的這個市場演出的時候就真的是非常的要看 是 要靠這個大家的支持 支持來幫忙了 有種捐錢的感覺 不是因為因為真的很棒 這真是我們的資產耶 是是是 我們在這劇場上面的這個活力真的是我們的這個資產 然後現在碰到這個疫情的時候真的蠻辛苦的齁 是 強哥繼續做 對 對 繼續做嗎 你好棒啊你突然有變一個問號本來是一個繼續做 繼續做嗎 我不知道 我覺得 作為一個團的團長不是一個只是浪漫的騎士而已 如果為我自己而戰我可以很浪漫的說做不做都是自己的事 可是當你真的做一個團長的時候有很多的考慮你不再只是個人的浪漫 你有一定的承諾和使命 我的團員他有他的家人他的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我們必須要開始身為團長我必須考慮我所有的水手我所有的船員我這艘小船在這個風暴中間我怎麼穩住怎麼不被打翻我當然不想被打翻但是得真的要很仔細去考慮呃 所以我也在想貸款拿借錢拿各種的方法但是總之必須要有一件事就是很確定我們有希望如果我找不到在後疫情的這個時代如果大家再也不進劇場了你光一群人過的就說我做舞台劇就沒人來看戲啊那怎麼辦不是梅花座是沒人做那不就完蛋了對我看到有一些劇團啊我覺得很棒啊在這個疫情回來之後呢 呃就是大人的戲啊哇幾天就賣完了吼那希望呢大家用同樣的熱情啊因為放暑假了嘛吼就是呢爸爸媽媽呃哥哥姐姐啊哈哈哈哈阿姨們啊帶著這個小朋友呢進劇場去看啊如果兒童劇團特別是在20年的這個時候啊強哥呢推出了他們的老戲但是是好看的這個老戲啊7月18號19號是在城市舞台的是 公主就騎士然後25號26號呢是流浪狗之歌是其他大家進劇場然後呢我們用我們的用我們的支持讓如果兒童劇團呢繼續我們演下去謝謝謝謝謝謝強哥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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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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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ardo moi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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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 nvr 謝謝 thumbs up 謝謝 intertw級送一下 好謝謝謝謝 謝謝 HTTP